今天给羊粪肥发酵,市场上的羊粪都声称经过腐熟发酵。 不管是真是假,自己做二次发酵就保险很多,经过腐熟发酵会减少很多有害微生物。 用泡沫箱做发酵容器非常不错,特别是低温天气,起到保温作用,温度越高越能杀菌杀虫。 分别买了两架的羊粪,每袋10斤总共20斤。 这一袋品质很差,杂质多,湿度大。 下面铺完羊粪,上面就铺一层厨鱼。 想发酵的效率高就要注意碳氮比例。 羊粪属于碳成分,厨鱼是氮成分。 把它们搅和一起,会大大提高发酵效率。 搅和完加点发酵剧,不但发酵过程没有异味,也可以大大提升发酵的速度。 分量我都是随意,巨量越多发酵就越快。 加完后拌饮。 拌饮再加第二袋,这一袋品相好一点,干爽杂质少。 摊平后又加厨鱼。 重复刚才动作,加完厨鱼加发酵剧后拌饮。 因为厨鱼里很多果皮烂水果,有不少糖分,可以不加红糖蜜。 全部拌饮后可以加点厨鱼水增加点湿度更好发酵,湿度大概50%左右。 没有厨鱼水的话加清水也可以,但厨鱼水会更好,因为有很多菌种。 盖子上有四个小洞,用中午压一下。 大功告成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 四天后,打开来看到一层白膜。 手放上去也感觉到温度上来了。 给它翻一下,给好氧菌提供更多的氧气,利于升温发酵。 整个发酵过程大概翻三到四次。 才几天时间,很多厨鱼渣已经分解得差不多,效率非常高。 换个大铲把底下的也翻上来。 下面的温度更高。 非常不错,厨鱼都看不出来了。 肉眼可以看见水蒸气冒上来。 可能有60度,达到了杀虫杀菌效果。 翻完后再盖上盖子继续闷。 14天后又长了不少白膜。 厨鱼是一些比较难分解的橙皮和玉米壳,统统完全分解。 布满了白色菌丝,温度也开始下降。 如果焦急的话,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使用。 翻开下面的看一下,都是白色菌丝。 发酵得非常成功。 总共20天,完全腐熟了。 质地非常松散,没有异味。 不知道的还以为没放过厨鱼。 这时候的温度已经完全降下来,可以投入使用。 用来做底肥或者追肥都可以。 养分肥效温和持久,主要含淡肥,是很好的有机肥料。 可以看冷静了吗? 我们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